第五十九集 说说看 这错从何而来 聂怀桑眨了眨眼睛 一脸的也语 喂鹰 NTM才喝醋 我需要吗 我是谁呀 用得着 一连三个问句 勉强撑住了那岂岂可畏的自尊心 好好好 你厉害 那你生什么气呢 我这是生气吗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 我这叫不爽 你 No 聂怀桑 是他汉语造诣太低了吗 这两者 有不同 好行行 那你为何不爽 对于酒鬼 桃花就得顺着他 那个混蛋 他凭什么先红女儿 不红老婆 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吗 男人都差 哎 等等 魏无限 你刚刚说什么 得到了 所以 你 你 真让人给 吃了 聂怀桑的脑门 只差没挂上八卦二字了 是我吃了他 会不会用词呀 好好 行 你吃了他 真吃了 感觉怎么样 比出国前那晚有没有 更爽 某人问的赤裸 魏英俏脸一红 实话来说 确实回味无穷 要不然他也不会上赶着 魏英想到被女儿破坏的美好的夜晚 哦 我知道了 魏无限 你该不会是被周周破坏了好事 欲求不满 财 滚蛋 谁欲求不满了 我需要吗 以我魏无限这身材样貌 在这酒吧随便勾勾手指 多少人上赶着送上门时候我 难忘记那技术 初级都算不上 像根木头 聂怀桑本来笑得欢快的脸 在瞧见魏无限身后的那张 冷如寒霜的俊脸后 瞬间僵硬了 蓝 蓝忘记 那个半醉的人 还在滔滔不绝的蜀罗人 丝毫没感觉到阴风阵阵 念怀桑朝他一个劲摇头 可收效甚微 他决定摆烂了 亲个嘴 都把我咬痛了 就更别说那个了 所以说 念兄 你以后结婚的提前试婚 那方面不行 近早分了 早分早享受 越说越离谱 念怀桑只能在心中 默默替兄弟祈祷 要不是看在女儿的份上 我才不会跟他结婚呢 这句话极具杀伤力 念怀桑看见那双本来清冷的眼眸 闪过浓重的伤痕 魏兄 快别说 别说了 如果可以的话 念怀桑真想把某人这张惹事的小嘴捂上了 魏无限这个人 什么都好 就是生计的时候喜欢说反话 喜欢刺伤人 这点非常不好 让他说 低沉的声音从后脑勺响起 魏英晃了一下脑袋才转过头去 刚开始时还有些迷糊 过了十几秒后 意识逐渐清晰了一些 眼底略过慌乱 蓝忘记 他什么时候来的 他听到了多少 说吧 魏英 你还有哪些不满的 统统都说出来 蓝 战 眼前这个人太冷静了 冷静得不思议 丝丝的惬意从心底蔓延 蓝战 我 魏英 原来你这么不喜欢我 眼底的受伤 让魏英心疼内疚 空气僵了好几秒 哎呀 头好痛 好痛 魏英拍着自己脑袋的同时 身子一边朝着蓝忘记方向倒去 他料准了 某人不会看着他倒下去而不管的 要回家 不 不要回家去酒店 你是谁呀 为什么身上有蓝战的味道 好好闻 我喜欢 我就喜欢蓝战 念怀桑 眼珠都睁大了 魏兄 这时候装罪补救 你确定还有来得及吗 魏英也并不是完全没罪 他只是六分罪装成了九分罪而已 而且蓝忘记也看出来了 最后那句话他实在补救 为彼此照台阶 虽然很别角 但不可否认 蓝忘记那被刺伤的心 稍稍得到了一丝安慰 那句话就像是一张窗口贴 贴上后 虽然伤口还是痛 但至少不留 血了 可伤口还在 某人吵嚷嚷着不肯回家 蓝忘记也知道他这一回去 妈妈肯定会惩罚 他上一次已经严正声明了 再有下次 我把你扔大马路上去睡 魏妈妈和自家妈妈最大的差别是 这时他还真干得出来 这一切还得源于魏英从小顽皮碍闹过头了 一次两次宽恕 就会有第三次 第四次 无数次的胡闹 所以魏母一般只给他一次机会 最后在酒店开了房 然后又打电话回家 说自己和魏英看的电影是凌晨的 怕回家会吵醒宝宝就不回了 魏母是过来人 什么吵醒宝宝都是借口 那家伙遗传了他爹地的好睡眠 雷打不动 除非 美是诱惑 不过 年轻人约约会是好事 家里有老人小孩终究是放不开 自家那傲娇的儿子还在使小性子 哄一哄有利用夫妇感情和好 魏母十分赞同 忘记这孩子还知道带老婆出去吃饭看电影 顺带开房 实属不易 看来这孩子是开窍了 直到睡觉的时候 孙女说了一句话 她才知道真相 奶奶 周周不用讲故事 可以自己睡觉 因为周周答应爸爸了 她 买花花送给爹地 还带爹地去看电影 不会回来那么快 是周周焦 爸爸哄爹地的哦 周周是不是超棒 奶奶 魏母恍然大悟 原来某人的开悟是有高人指点 可是她又有心的担忧了 自家僧女这么成熟 万一她早恋可杂证 某酒店 总统套房 蓝湛 快快来 魏音拍着枕头叫嚷着 酒精上来 这时候不是装的了 蓝旺鸡在厨房给她煮醒酒茶 差点没被人就如雷的叫声 惊到摔了完 快手快脚把茶水盛好了 跑进房间 那人一惊 蓝旺鸡看着眼前的场景 呃 以言难尽 那人 四脚朝天倒在床边的地上 大长腿还挂在床上呢 T恤套在脑 带上 把整张脸都盖住了 蓝旺鸡猜测 某人估计是闲热 在床上站 乐起来脱衣服 因为醉了手脚不利索 然后就 不会把脖子扭了吧 蓝旺鸡心头一慌 魏音 没有反应 蓝旺鸡的心慌顿时达到了极致 起步上前 小心翼翼先把人的衣领拉 下眼前的人 委屈巴巴地扁着嘴 眼泪还挂在脸颊上 欺负我 都欺负我 谁欺负你了 蓝旺鸡疑惑 刚才还重启十足的吼人 转眼又可怜兮兮了 是变色龙吗 蓝湛欺负我 魏默默也欺负我 魏长子老婆也欺负我 还有这衣服 讨厌的衣服也欺负我 说话利索 一个字都没接吧 蓝旺鸡眯着眼睛 盯着人看了一会 想从他脸上找出装罪的痕迹 眼神呆呆的 这倒是装不出来的 好了 没人欺负你 起来吧 蓝旺鸡伸手想抱人 被人身子一扭 躲开了 我才不起 就是要睡地上 就是要让他心疼 谁让他 呜啊 陪 宝宝 不要我 蓝旺鸡 呜啊 坏蓝战 讨厌的蓝战 小骨板 小坏蛋 木头 骂人的话顺流得很 哭着也不影响他的发挥